所有马匹进闸了,大热门依然是8号的大爆发,准备 是的,咱们打开一场新马赛,12公尺的草地赛事呢,就正式开跑 哇哟,这个大热门8号的大爆发,现在基本上是远远落后的出闸慢了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在前面呢,先抢领放的是11号的幸运夺标 写温诺的马匹在前面带出有一个马位,跟着呢,就有钻石黄牌 接下来呢,是挑战王,他是守在这个内蓝的位置旁边,是烈火 跟着还有一匹6号的国金霹雳,也缓缓地从外蓝位置上来 然后呢,就还有西满翼竹,也是黄色彩翼的在外面 跟着守在中间的马匹呢,就还包括有这个仪藏青啊 然后呢,就是超能宝宝,他是守在内蓝的位置后面,还有林家神秘啊 另外呢,就有郑太郎,跟着呢,才有大爆发,接着是海豹精英啊 然后外面再上来有扣人心弦啊 好了,在这个职程的时候呢,现在中间粉红色彩翼的是钻石黄牌 钻石黄牌呢,现在在前面带出有一个马位 后面在追他的就有这个1号的烈火啊 另外呢,就有5号的挑战王 但是钻石黄牌走势很好,钻石黄牌 在这场赛事呢,就以90多块钱爆冷啊 然后呢,就有5号的挑战王,跟着是3号超能宝宝 还有这个林家神秘啊 然后其他的包括有这个1号的烈火啊 然后是海豹精英仪杖青国金霹雳 另外后面再上来的就有郑太郎 然后是幸运夺标 跟着呢,就是心满意足 然后还有这个7号的扣人心弦 这个大爆发进行的表现 真的是让人太失望了 啊,不管是大爆发还是烈火 两匹马都做不到 结果就反而是2号的钻石黄牌 潘晓朗的做起,最终轻松的拿下这场赛事 然后一匹挑战王,算是热门马皮里面比较合理的 跑一个没有太大的威胁的第二名 然后呢就有一匹超能宝宝,跑第三 而第四呢则是9号的林家神秘 才轮到1号的烈火 跑脱节了 我整个这个马皮的距离差了这样远 如果我们说8号他今天包园这个胃的话呢 我们再看看这一场赛事 是钻石黄牌的胃 甚至我们再看看幸运夺标的胃 因为我印象中幸运夺标一路到直路的时候 他还在里面 他是怎么跑去里面的 真的 所以这个胃啊,真的是看谁棋啊 奎洛斯真的 门开的那一瞬间 可能我觉得马是不是已经是